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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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我們在這個節目開始之後 沒多久就已經將聯合聲明的主要文本 以及其中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政策方針的 具體說明的附件 以及關於土地契約問題的附件 向大家詳細報導了 現在我們再跟大家講講 另外一個附件就是關於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以及英方和中方的備忘錄 那個詳細內容是怎樣的 一起看看 英方備忘錄裡面 其中幾個要點就是 在1997年6月30號 由於和香港的關係 而成為英國屬土公民的人 由1997年7月1號開始 就不再是英國屬土公民 但是他會有資格保留某種適當的地位 使他可以繼續使用英國政府簽罰的護照 不過就不賦予在英國的居留權 而中方的備忘錄其中幾個要點就是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 所有香港中國同胞 不論他是否持有英國屬土公民的護照 都是中國公民 考慮到香港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 中國政府由1997年7月1號起 允許原本叫做英國屬土公民的香港中國公民 使用由英國政府簽罰的旅行證件 去其他國家和地區旅行 而這些中國公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 就不能夠因為他拿著上述的英國旅行證件 而享受英國的領事保護的權利 有間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聯絡小組的職責包括 就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 討論和1997年政權順利交接有關的事 就雙方相定的事項交換情況並且進行磋商 如果遇到聯絡小組未能夠取得一致意見的問題 就會提交兩國政府通過協商來解決 而由聯絡小組成立到1997年7月1號的前半時期 要審議的事項就包括 兩國政府需要採取甚麼行動 來使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獨立關稅地區 保持它的經濟關係 特別就是為了確保 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參加關稅及貿易總協定 多種簽違協定和其他國際性的安排 另外還包括 兩國政府要採取甚麼行動 來確保和香港有關的國際權利和義務可以繼續 另一項聯絡小組的職責 就是兩國政府同意在聯絡小組成立 到1997年7月1號的後半段時期 有必要進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因此屆時將會加強合作 在這段時期要審議的事項包括 要採取甚麼措施為1997年順利過渡做準備 另外就是要採取甚麼行動 來協助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各國各地區 和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經濟文化關係 另一項職責 聯合聯絡小組是聯絡機構 不是權力機構 不參與香港或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管理 亦都不會起監察的作用 聯絡小組的成員和工作人員 只是在聯合聯絡小組職責範圍裡進行活動 雙方是各自派一名大士級的首席代表 和另外四個小組成員 每方不可以派超過20名的工作人員 另外聯合聯絡小組在聯合聲明生效的時候成立 聯合聯絡小組由1988年7月1號起以香港做主要的基地 這個小組會繼續工作到2001年1月1號 繼續回來我們廠裡的座談會 和我們一起就是何世柱先生和司徒華先生 另外就是剛剛開完立法局特別會議 趕來參加我們座談會的立法局議員張鑑全先生 我們想在這裏提到的問題就是中英聯合聲明裏面 就牽涉到將來香港行政首長的權力 司徒華先生你是不是覺得他的權力是太過大呢 不是太過大 而是相當大 因為裏面提到主要的官員是由這個行政長官提名的 可以說就近乎總統制 那這樣是有好處還是有很大的不好處 我覺得假如它是受這個立法機關的監察的話 這個問題就不大 正如好像這個聲明當中提到 行政機構是受這個立法機關來監察 或者向它負責的呢 這樣的時候這個權力是受到一定的制衡 如果不是的時候就恐怕有沒有病 我現在想問問張鑑全先生 將來立法機關根據聯合聲明裏面提到 應該是透過選舉或者協商來產生的 你對這方面的意見是怎樣呢 首先所說的立法機關就不是透過選舉或者協商 只不過是行政首長是透過選舉或者協商來產生的 立法機關在白皮書那裡寫呢 就是講明是由選舉產生的 我先糾正這一點 我認為這樣的制度是經過雙方設商了這麼久 而能夠達到這樣的成果 放在白皮書那裡都不差得好去哪裡了 既然聯合聲明裏面都說是應該透過選舉產生 那麼香港是不是應該提早進行 就是盡量直接選舉立法局議員的制度呢 選舉未必是代表一定是直接選舉 選舉也都可能是會間接選舉 至於將來究竟那個選舉的方法是怎樣呢 是要等待香港那個情況的進展去到哪裡 適合到哪裡 就是現在就是香港政府的那個綠皮書 是已經發表了 而各界人士也都是很熱烈來去供給他們的意見 給香港政府參考 香港政府參考之後就會做一個白皮書 即是我們還是有十幾年來去體諒香港那個情況的實際情況 來作出適當的安排 未來十幾年本港的政制一定是會有所改變 目標就是1997年之後實現一個高度自治的政府 現在張鑑全先生你身為立法局議員 有沒有想過怎樣去適應或者作出一些貢獻 來配合 未來這幾年或者十幾年的轉變 身為立法局議員的職責就是盡量為 盡了自己的能力 為香港做一點事情 就相信各位同事 連我在內也都盡了自己的所能去做 究竟你說有什麼可以配合得到呢 我們每組一件事都應該是香港目標來去埋進的 我相信真是適合香港的 我們會配合得到 我簡單點問一句 張鑑全先生你對於這個聯合聲明有沒有信心 有 因為我們剛才 我先回答你 但是有些朋友想問問何世柱先生 他對於中國政府的信心是怎樣 譬如假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去世之後 中國是否仍然穩定 我想這個是很多人有思慮的地方 但是我想最重要是看什麼呢 就是看中國政府本身的未來的趨勢是怎樣 大家看到過去幾年 經過四人博羅臺之後 短短的五六年已經是有一個演著的進步 看到中國是向更加開放的政策 更加開明的方式去做 還有它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怎樣將經濟大動地做好它 還有令到人民的生活改進 我們看到如果是這樣繼續執行的話 似乎看下來 我相信要走回頭 走回舊路 文化大革命這個教訓 事實上對中國來說很大 如果是講改變的話 我相信我們香港人固然只是怕變 但是中國比我們更加害怕是再變的 所以換言之就是 如果政策是好的話 我們似乎看到 不是哪個領導人的問題 如果政策如果是不同一邊 是比較好的去做下去的時候 就算哪個領導人都好 人民是不想看到這樣的轉變的 我們會知道中國人口很大 多數都是農民 而這個政策 現在的政策 是令到農民的生活 是比較改善了很多 慢慢在城市方面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想大多數港大的中國的人民 都不想看到走回頭 走去飢餓的 或者是很困擾的一個環境 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變的機會就少了 而且還有一件事 我們會看到 現在的領導人已經開始很積極地訓練身血 來代替老退的或者退休的幹部 這樣的情況之下 亦都加上很多年輕的人 是派去外國受訓的 每年都有很多人回來 將來他們都是一個主要的機幹之人 他們都是見過世面的人 也都明白到為中國設想 一定是要行一個開明的政策 也都維持現在現有的這樣的做法 我們看到 除非有很難看到 不預料到的事情發生 除了之外 我相信 估計上來 要變的機會不是很多 我想問文思圖華先生 對於中國政府的信心是怎樣的 我覺得是有信心的 首先 我覺得中國目前提出 這個一國兩制 不是一個孤立的政策 是和目前中國採取開放改革的政策 是有關的 可以說是中國國內的政策的伸延 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中國的政策會不會改變呢 我就覺得 現在的政策是比較難改變的 是會陸續走向更加開放 改革得更加徹底 因為現在的改革 不是單純一個人的轉換問題 是包括到那個體制的改變的問題 因為體制已經改變了之後 要轉換頭 是相當困難的 再其次來講 過去中國吸取的教訓實在是太深刻 可以說有這樣的教訓 比較沒有是好的一些 我們說一句不是很貼切的 俗語說 浪子回頭金不換 有這樣的經驗教訓之後 他知道假如再走回頭路的時候 所受的痛苦更加大 我們相信是不會改變的 我想再問張鑑泉先生 你對於中國政府未來政策的信心是怎樣 中國政府未來的政策 那個誠意是絕對無可懷疑 至於你說政策的成功的地方 會去到哪一個階段 我相信就算是信心十足 中國領導人自己本身 也都很難預料到那個發展 會好到哪一個階段 或者是有哪一個地方是會受到阻礙 以你剛才所問這個問題來講 是對於香港這個前途問題 就是當然香港和中國是純齒相依 中國的發展是會一定對香港 有一定的影響性 就算是說現在是英國在那裡話事都好 如果是中國裡面的政策 是有很不良的發展的話 都一定會影響到香港 那就是中國將來的政策的成功 我們香港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很希望它的四化成功 我們的任務不僅是希望能夠 令到香港的社會能夠繼續繁榮安定 也都希望能夠對中國的四化成功 如足和作些少所能夠做到的貢獻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休息一會 在下一節繼續我們的討論